人来人往,都向往着温柔,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治愈人生,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老公出轨玩过火,当晚就被送进了ICU,医院打电话通知我缴费,看见摊坐在医院地上的小三,我一句话让他们彻底傻了眼,我接到医院的电话,说我老公杨宇已经在抢救中,就剩一口气掉着了。 我赶到医院,婆婆拉着小三和那个懵懂的私生子,哭得撕心裂肺,仿佛他们才是一家人,我和杨宇结婚的这两年,我们并没有孩子,原因就是我不想给他生,现在婆婆竟然为了那个私生子站在小三身边,呵呵,还真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谁是杨宇的直系家属? 医生从手术室里出来,眼神看着他们问道,我是。 我和婆婆一口同声地说了出来,婆婆还冲我瞪了一眼,拉着小三上前询问,医生,我儿子他怎么样了? 他脱离生命危险了吧? 医生扶了扶眼镜,看了我一眼病人病情严重,烧伤面积太大,最后一口气掉着了,家属准备后事吧? 杨宇的妈妈,一个腿软,整个人都亮枪没站住,摔在了地上,差点晕过去。 小三一手牵着孩子,听了医生的话,身体一正,然后疯了似的摇头,死死地攥住医生的手腕不放,边哭边求医生。 不可能,我们的孩子还这么小,不可能,医生,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医生冲他摇摇头,他抱着孩子,差点哭晕过去。 这一幕,我都差点被他们的感情动容,都想去搀扶安慰他们了。 如果你们不想放弃,可以转去最好的国际烧伤医院,不过,费用有点贵。 多少钱我们都去,只要能治好他。 小三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让医生赶紧给伴转院,好像他才是家里的女主人一样。 婆婆也在旁边附和着,眼神里支持着小三做的决定,还顺便瞪了我一眼。 还真是搞笑,杨宇都已经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了,他们还在这姐妹情深。 在那边治疗费的话,一个月至少四十万,过去要先交定金,你们谁是病人妻子。 医生看了我们一眼,感到了疑惑,小心翼翼地问。 一听说这么多的钱,这两个女人都向后退了两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小三便默不作声了。 杨宇的妈妈,通红的眼睛看向我,刚要骂骂我,都是你,你个扫把。 我没等他说完,一下子扑到了医生的怀里,抓着医生的手和他说, 去,不管多少钱,只要能救回我老公,我倾家荡产也要救。 要最好的医疗团队,最好的药,一定别让他死了。 这个时候,杨宇怎么能死呢? 小三和私生子都在场,怎么能让财产进了他们的口袋? 我趁没人注意,使劲捏了下医生的手,他看了我一眼后, 便说,杨太太,这四十万,还不包括之后直皮手术的费用, 你真的考虑清楚了?我考虑清楚了,救,必须给我救。 这个时候,我怎么可能让他就这么痛快地死去, 我就是让他身边的所有人都生不如死。 一切都才是刚开始而已。 医院走廊里,病人和家属都在议论, 他老公都出轨有私生子了,这样的负心汉还就他干嘛? 这是恋爱脑,还是背下了匠头? 我听见只是冲他们一笑,他们的神色更加复杂了。 四十万算什么?杨宇有几个亿的财产呢? 我怎么能便宜了别人? 杨宇你必须得给我挺住了, 好看看你是怎么人才两空的。 杨宇的妈妈一听要这么多的钱, 手脚都一直在颤抖,说不出话来。 小三扶着他,也哭得昏天暗地。 等小三和婆婆走了,就剩我和杨宇在房间了。 我看了看全身插满管子,裹着绷带的他, 哎,还真是可怜呢,可是谁让你安纳不住,暴露本性了呢? 是我故意让你和小三认识的, 可是谁让你发展成情人关系了? 这可是你们自找的,都是你妈妈和你的小情人给你害成这样的。 还有,你还不知道吧,我不姓李, 我其实姓郭,叫郭远,有没有很熟悉? 我看着他瞪大的眼睛看着我, 却说不出一句的话,只能僵直地躺在病床上。 从医院里出去后,我的第一步计划就是搬家。 家里的房子被烧毁了,根本就不能住人, 于是我带着东西,住进了婆婆那里。 婆婆当然很不愿意,翻白眼说, 你也可以住你爸妈那里的,干嘛非和我挤一起? 笑话,那可是别墅啊,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要和他挤一室一厅呢? 你这里离医院近,去看杨宇也方便。 我住我爸妈,那也不是不行, 那杨宇就交给你照顾了。 我故意装出可怜兮兮,心疼老公的模样, 他一听我这么说,也哑口无言。 我顺利地住进了婆婆家, 之后就是小三的房子了。 我找好了中介,直接带着中介和买家, 去了小三的家。 这是杨宇之前为了安置私生子, 给买的双层别墅,对他很是大方。 我拿出之前准备的备用钥匙, 打开了别墅的大门。 他从里面出来,硬是愣住了, 看见我带了几个人, 以为我要对他怎么样。 他赶紧把孩子护在身后, 李圆圆,你要干什么? 你要是敢伤害我们母子俩, 妈妈是不会放过你的。 哟,这妈都叫上了, 可是谁又在乎呢? 谁稀罕呢? 要不是当初我的亲生父母车祸遇难, 我才不会嫁给这么一个不要脸的人。 我示意中介和买家进去, 当许家为空气。 这房子我着急卖, 价钱好商量。 在一旁的许家听到这话有些急了, 红肿的眼睛瞪着我。 李圆圆,你凭什么卖我的房子? 这里是我家。 我示意中介带着顾客去楼上看房, 不要理这个疯女人。 我呵呵一笑, 从包里拿出了房产证, 这是你的房子。 你给我睁大你的眼睛看看, 这上面写的可是我老公的名字。 许家赶紧抢过房产证翻看, 确认是他那一套后, 身体一正。 这套房子是我老公婚后买的, 属于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我为什么不能卖? 杨宇虽然对许家很好, 但是他还没傻到买房子 直接写许家的名字, 毕竟他也没想到 会有这么一天。 许家怎么也想不到, 杨宇偷偷给他和孩子买的别墅, 我会知道, 并拿到房产证。 许家连连摇头, 不可能, 你这个是假的, 房产证我一直放在家里, 锁在床头的抽屉了。 说完, 连滚带爬地上楼去翻抽屉。 我跟在他身后, 双手抱在胸前, 冷冷地说, 别找了, 我手里的就是真的。 许家翻了半天, 也没找到, 一气之下, 把抽屉摔在了地上。 转眼气急败坏地对我吼, 你卑鄙, 你偷我东西。 我笑了笑, 不冷不热地说, 我老公的东西, 我还需要偷吗? 请问你和孩子, 是以什么身份在这里住的? 租客? 还是流浪者? 我早就收买了他的保姆, 有丝毫的进展, 保姆都会向我如实地汇报。 当然, 房产证也是我让保姆拿给我的。 许家被气得两眼通红, 耿了耿脖子, 但是一时被我对得哑口无言。 是啊, 小三就是小三, 就是心虚地上不了台面。 现在杨宇躺在医院里, 一个月的医疗费用好几十万, 我不想办法卖房子, 难道这钱你要去凑? 还是你想眼睁睁地看他去死呢? 最后, 买家以350万买了房子。 当然他们也听到了 我和许家的些许对话, 也猜到了一二。 对方也是个富贵人家, 女主人也是个豪门太太。 临走前, 意味深长地看了看许家, 又看了看我, 哎, 你还真是重情重义之人, 你这个朋友, 我交了, 房子我多给你五十万。 又斜着眼睛看许家, 年纪轻轻地就给人当三, 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又看了看旁边的孩子, 还弄出了孩子, 哎, 简直造孽啊。 许家的脸一阵青一阵白的, 差点一口气, 没提上来, 被气晕过去。 人都走了, 许家瞪着我, 李源源, 你, 你, 你别欺人太甚。 我微微一笑, 赶紧带着孩子搬出去, 别怪我没提前通知你。 对了, 这个家里的东西, 你一律不许带走, 我都赠给新的房主了。 如果你非要拿不属于你的东西, 到时候房主来告你, 就不关我的事了。 许家气得直垂胸口, 脸色发紫, 嘴唇发白。 你就不怕遭报应吗? 呵呵, 不知道遭报应的会是谁, 你们的报应还在后面呢? 收拾完许家那个小贱人, 心里一时别提多爽。 刚从他的别墅里出来, 电话就响了, 我拿起一看, 是我那傲娇又多事的婆婆。 我冷声一笑, 嘴角一勾, 没想到这么快, 自己就找上门了。 不出我所料, 一定是许家向他告状, 想让婆婆修理我。 你在搞什么? 我儿子刚出事, 你就在这边瞒着我开始卖房子。 你怎么这么狠毒, 为了暂时不让他看出我的破绽, 我故作委屈的样子。 妈, 我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呢。 我这也是为了给杨宇治病吗? 妈, 你放心, 一会我就去医院, 你就在那等我。 到了医院, 当着杨宇妈妈的面, 我把卖房子的所有钱都交给了医生, 并嘱咐她, 一定要用最贵的治疗, 把我老公给治好。 婆婆看我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了医生, 这才放了心。 这时, 许家也气冲冲地赶来了。 但是她还是来晚了, 我指着我问我钱呢。 我说交了药费, 可她丝毫不信, 什么药需要那么多钱。 你就是想私吞。 旁边的医生看不下去了, 沉默了一会, 又开口说道, 我们这里最贵的药是一个月四十万, 还不算她后续直皮手术的费用。 我故作惊讶的表情, 问医生, 那我们还差多少钱? 后续还要二百万? 许家听到这个数字惊呼了一声, 什么药什么手术这么贵啊? 你们这是敲诈? 我看了医生一眼, 示意她可以走了, 然后我立刻做出了委屈状。 我只是想让杨宇接受最好的治疗, 当初转院到这里也是经过妈同意的。 妈,难道我做错了吗? 杨宇可是您唯一的宝贝儿子啊, 您可不能眼睁睁地看她去了呀。 杨宇的妈妈听我这么一说, 眼睛瞪向了许家。 怎么? 难道你现在心里只有钱吗? 这点钱你都舍不得。 你想,孩子没了爸呀。 看杨宇的妈妈这么激动, 怕是如果因为她出了什么差错, 也不会轻易地饶了她, 她也只能先忍下这口气了。 许家脸色一变, 赶紧到杨宇妈妈身边给她道歉。 我在一旁得意地笑了, 小三就是小三, 到什么时候都是看别人脸色过日子。 她转眼看向了我, 抬起了下巴说, 那后续还要二百万呢? 你和杨宇在一起这么久, 我不相信你没有存款。 现在出事了, 就先想到我的房子了, 你就是没安好心。 她虽然比杨宇的妈妈脑筋赚得快一些, 但是她还不知道, 她也只是我的一个棋子而已。 这你应该比我还清楚吧? 我是不管钱的, 要不然杨宇哪里来的钱给你买那么大的房子。 平时的一些零花钱, 除去了给保姆的和日常开销, 剩不下什么的。 许家对于我的说辞, 她还是不信连连对我翻白眼。 那杨宇的公司总有钱吧? 我们去她公司。 去吧,去吧, 再卖房子, 我们就没地方住了。 杨宇的妈妈也皱着眉头, 哀声叹气地附和着。 这次, 许家怕我在背着她做什么手脚, 便拉着杨宇的妈妈一起和我去杨宇的公司。 杨宇的合伙人接待了我们。 你和我们家杨宇一起开公司, 现在她奄奄一息, 我们想把她的钱拿出来。 杨宇的妈妈着急地看着承洁。 对, 几百万还是几千万的, 都拿出来, 我们等着救命呢。 许家像是看到了希望的样子, 眼睛放光, 她可能还天真的期盼着房子能赎回来。 承洁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咖啡, 抬起头说, 可能要让你们失望了。 杨宇出事前, 我们的公司就已经经营不善了, 员工工资还拖欠着呢。 账面上都是欠款, 真拿不出钱。 许家和杨宇的妈妈一听这话都猛了,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 你别以为杨宇现在躺在病床上, 你就想私吞公司。 许家有些急了, 站了起来, 承洁冷笑了下, 把公司账目甩手摔在了桌子上。 账目上有杨宇的签字和公司的盖章, 许家和杨宇的妈妈瞪大眼睛, 不敢相信地翻看着每一页。 上面写着, 由于杨宇的过失, 经营不善, 导致公司欠款五个亿, 故把他持有的股份都转让给承洁, 并附上了日期和本人签字。 我看了承洁一眼, 偷偷地嘴角上扬了一下。 在杨宇出事前, 他们就因为利益分配和项目上的问题, 出现了很多的分歧。 以往的好兄弟也开始针锋相对, 水火不容。 所以我早早就找到了承洁, 伪造了这一切, 当然作为交易的筹码, 我答应他给他一些股权。 剩下的一部分, 他变现给我, 公司就是他一个人的了。 许家身体一正, 脸色惨白, 都要哭了出来。 杨宇的妈妈差点晕厥过去, 拿着合同, 哀嚎道, 这怎么可能? 这要我们怎么还呀? 这不是想要了我的老命吗? 许家连连摇头, 不可能, 我从没听他说起这事, 他说他有钱的。 承洁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他不说他有钱, 怎么能安心地让你给他生孩子呢? 不过, 之前公司的收益还算不错。 不可能, 我要去告你, 你就是想私吞公司。 许家指着承洁, 硬撑着坚强的样子。 许家还是有些脑子的, 所以当初才能被他霸凌。 但是他不知道, 我已经不是曾经那个 任由他侮辱伤害的郭元。 当十年后用新身份和杨宇 在咖啡店见到他时, 我就打定了主意。 我见他没认出我, 我就故作不小心的样子, 把咖啡撒在了他身上。 我说手机没电了, 让杨宇加了他微信, 赔他衣服的钱。 他上钩了, 没有几日就和杨宇搞在了一起。 还真是本性不改。 承洁服了服眼镜, 那我也可以以杨宇逃避债务 为由告你们, 到时候把你们的房车 都拿来抵债了, 就真的没钱给杨宇交住院费了。 我是看在伯母的份上 才没有早点告知你们, 怕伯母受刺激, 但是你们找上门了, 我就实话实说了。 我在一旁赶紧扶住婆婆, 妈,这是我知道, 前几个月, 她把她的豪车都卖了, 我问她, 她说公司需要钱。 杨宇的妈妈一听这话, 差点大气喘不上来, 直敲胸口, 承洁赶紧倒杯水给她, 怕她当场去世。 许家一听这话, 都要疯了, 你说什么? 车也都卖了, 那什么都没有了, 以后我和孩子怎么办呢? 杨宇的妈妈朝着许家的脸 给了她一个巴掌,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着你自己呢? 我儿子呢, 他还需要钱活命呢? 许家捂着被打红的脸颊, 委屈得气不成声, 眼神狠狠地看着我和成杰。 杨宇的车子是在她出事后 我第一时间给贱卖了, 不过算起来也有一千多万, 我一并打入了舅舅的账号里。 自从我的亲生父母出车祸去世后, 舅舅和舅妈把我抚养大, 待我如亲生, 我也跟了舅舅的姓, 叫他们爸妈, 别人都以为他们是我的父母, 包括杨宇他们一家。 从公司回去, 许家还在琢磨着这一切, 我知道她是不会就这么快相信这一切的。 不过没关系, 接下来还有更刺激的。 关注我, 每天更新精彩内容。 许家没了住处, 只能哀求杨宇的妈妈收留他们母子。 我也帮说了话, 心想就让你们再住几天, 几天之后就说不定会流落街头。 看到这两个人死死地落入了我的圈套, 心情大好, 一路上哼着歌就回家了。 红酒, 桑拿, 按摩。 结婚以来, 第一次感觉世界这么美好。 休息了两天后, 我突然想起了之前我偷偷给杨宇买的保险。 我拨打了保险公司的电话。 由于之前我给我们的房子也买了保险, 所以保险公司赔付了我两百万。 然后把杨宇摆放在公司办公室里的古董也都一一贱卖了。 这男人收藏古董游影, 一方面他觉得放在办公室里望他财运, 另一方面觉得衬托身份。 还真是够自恋, 够自以为是。 在一面墙的古董里, 有很多都是祖传下来的, 有的是清朝的, 有的是夏商的。 平日里, 杨宇宝贝的狠, 专门找人打了一面墙的制定的柜子, 摆放它们, 都是他自己亲自擦拭。 他要是知道我把这些都给卖了, 是不是能从病床上跳起来? 统统都打包卖掉, 低价卖。 我绝不会放着便宜了那个恶毒的小三 和没有良心的婆婆。 所有的古董倒卖了以后, 手里又多了几百万。 统统都打进舅舅的账号, 这不仅是我舅舅应得的, 也是他们老杨家欠我的。 只可惜杨宇的爸爸因病, 走得早, 要不然他看见自己的儿子生死未卜, 家道中落, 会不会后悔当初的抉择。 只能说报应不爽。 我正畅想着以后去哪里逍遥快活呢? 电话响了。 我拿起电话, 一串熟悉的号码, 张医生。 打来的是杨宇的主治医生。 郭小姐, 您交代我的事情已经办完了, 你看我们的合作, 我正经微做, 三百五十万除去第一个月四十万, 剩下的一百万作为你的报酬, 剩余的麻烦你都打入我给你的账户。 好的, 郭小姐, 后续有需要的, 我会配合您的。 我笑了笑, 挂断了电话, 我就喜欢和这样懂得变通的人合作。 我怎么可能白白地拿那么多的钱, 放在杨宇的身上打水漂? 我恨她都还来不及, 她以为她伪装得很好, 我真的被她的魅力所征服, 不顾一切地嫁给她。 婚后自认为天衣无缝地养着小三和私生子, 其实早就是我一手策划的罢了。 几千万已经在手上了, 可是还是远远不够。 我就把婆婆的房子给挂到了中介中心上售卖。 不过, 当天晚上, 这一家子就杀到了我面前。 杨宇的妈妈和许家已经气疯了, 苍白憔悴的脸, 凌乱的头发。 站在我家门口就使劲地踹门。 李远远, 你赶紧给我们滚出来。 你这个小贱人, 丧良心的王八蛋。 我儿子还没死呢, 你就惦记着我们家的财产。 你个天杀的, 你是着急拿着钱去投胎啊? 看看, 这就绷不住了。 完全没了大家风范。 我去开门, 一开门, 许家一个大巴掌就朝我甩了过来。 我手急眼快, 早有准备, 一个转身, 她自己扑了个空,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疼得直呲牙咧嘴。 这是有多恨我, 才使这么大的力气。 真是自找活该。 许家看向杨宇的妈妈, 哭嚎道, 妈, 你看她, 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 杨宇的妈妈顾不上许家, 一把推开我, 你怎么这么半天才开门, 是不是在屋里藏人了? 许家听这话, 在一旁拱火, 是啊, 说不定杨宇出事都和你脱不了干系。 没等我让开, 他们就闯进去挨个屋子检查。 呵呵, 还真是有够不要脸, 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任由他们乱翻, 我则坐在沙发上, 看着我新买的上涨的股票。 他们反正也嘚瑟不了几天了, 就先让他们再嚣张一会吧。 找了一会, 收获全无, 终于消停了。 许家继续挑拨, 妈, 说不定知道我们来, 早就先走了。 我笑了笑, 说话要讲证据的, 造谣可是犯法呢。 现在可没有杨宇护着你了, 那你为什么卖了杨宇的古董, 不告诉我们, 你是不是想独吞? 杨宇的妈妈也一副气不过的样子, 我儿子的钱, 你凭什么做主? 你算老几, 快点把钱交出来。 许家一说到钱, 眼睛都亮了起来。 是啊, 杨宇现在还有一口气在, 他们有一个孩子, 搞不好这钱以后都是他们的。 我喝了口咖啡, 不紧不慢地说, 没了。 许家和杨宇的妈妈瞪大了眼睛, 眼神里恨不得把我吃了。 声音高出了八度, 外面都听得见了什么。 你说钱没了? 那些古董怎么也值几百万了, 说没就没了? 谁会信你的鬼话呀, 休想糊弄我们。 我委屈地说, 妈, 你也知道, 医院那边给杨宇治疗, 还需要二百多万呢? 我不卖古董, 哪里来的钱给杨宇做手术啊? 那剩余的钱呢? 那些古董可不止二百万。 许家那能算计的性格, 果然没有老太太好糊弄。 剩下的钱, 我投资了。 许家像是惊掉了下巴, 投资。 你还有心情投资? 你就是故意的。 你, 你, 你就是个扫把星, 要不把钱给我拿出来, 要不就等着法院的船跳。 杨宇的妈妈气得脸上的肉都直颤, 连连翻白眼。 我委屈巴巴地看着她, 妈, 我也是为了这个家, 为了你和杨宇啊, 你可不能错怪我。 那你那个投资到底是怎么回事? 妈, 那个投资也是杨宇之前看重的项目, 我只是帮杨宇做完她想做的事, 我有错吗? 我越说越委屈, 我都要被自己的深情给感动了。 你还狡辩, 你就是没安好心。 许家一口咬着我不放, 是啊, 她想咬住的事前还有她儿子的未来。 可是小三和私生子就不配有未来, 那你为什么又把我的房子挂出去卖? 婆婆终于问到了房子, 看来是有人去看房了。 妈, 杨宇的公司欠钱, 我们的还债啊, 你总不能让杨宇一出院就去坐牢吧。 你别再狡辩了, 我是不会再相信你了, 你个黑心, 杀千刀的。 你不把钱给我, 我就去告你。 婆婆一副鱼死网破的架势。 妈, 你是年纪大了, 糊涂了吗? 那你去告好了。 我一副轻描淡写的样子, 拿起咖啡喝了一口。 婆婆被我气得直捂胸口, 许佳赶紧扶着她坐下。 你, 你, 我要去告你, 告你。 婆婆气得把茶几拍得啪啪响, 我冲她一笑, 去吧, 我奉陪。 许佳和杨宇的妈气得直哆嗦, 咬着牙, 说着诅咒我的话。 不过我才不在意, 他们不会真的以为能赢我吧。 没两日, 许佳和我婆婆就把我告上了法庭, 要求我归还资产, 还要求我净身出户, 我知道最后一条肯定是许佳出的主意。 他们怎么敢想呢? 真是自大的不行。 杨宇的妈妈拿出了我卖她和许佳房产的证据, 一并交给了法官。 他们一定是没钱了, 所以狗急跳墙了。 婆婆指着我的鼻子骂道, 你个贱人, 把我们耍得团团转, 你赶紧把财产给我吐出来, 否则我饶不了你。 我笑了笑, 心想都是秋后的蚂蚱了, 蹦得不了几下了。 许佳还想再冲我吼几句, 刚要冲我张嘴。 法官就已经黑了脸, 保持肃静, 这里不是你家。 许佳又把话咽了回去, 整个脸都绿了。 都到了这个时候, 我也不准备伪装了, 毕竟过了今天, 一切也都要结束了。 双方落座后, 还没等律师说什么, 他们又按耐不住了。 许佳连着嚷嚷, 杨宇生死未卜, 你是想把妈也给害死吗? 律师听了这话一脸的猛, 转头问我, 这位是你婆婆的女儿吗? 我低声地回她, 我老公的情人, 就是霸凌我的那位。 律师似乎懂了我的意思, 但是看到许佳作为小三的身份, 我婆婆还能和她站在一起来告我, 估计她也是没想到。 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我的律师替我发言了。 对方律师非要我拿出钱给婆婆, 说我没有尽儿媳的义务。 我甩出一张离婚协议书, 上面是我和杨宇的签名。 我已经和杨宇离婚了, 没有义务赡养她, 她和小三的房子卖了的钱, 也都给杨宇治病了, 这里有单据。 许佳听到我和杨宇离婚, 开心了几秒, 但是一想到今后, 她自己要撑起这个老弱病残的家, 就笑不出来了。 你说什么? 我儿子躺在病床上呢, 你这个一定是假的, 你就是为了钱。 法官, 给我判他几年。 法官再一次敲锤, 安静安静。 对方律师和法官都看了离婚证书, 确定了是真的, 而且日期是在杨宇出事前。 我早就准备好了一切, 趁着杨宇喝醉意识不清的那碗, 骗她签了字, 她还以为是投资的合约。 法官宣布, 离婚证真实有效。 这下杨宇妈更气了, 本来想从我这里拿回钱, 结果, 现在连赡养费估计都拿不到了。 她嗓门瞬间拔高, 气得直拍桌子, 法官, 她是故意的, 你不要相信她呀。 任由她的律师拉着她, 那她离婚后变卖杨宇的古董, 她真的把这钱给我吐出来。 许佳还保持着一点头脑, 但是她作为洋语的小三说的话, 并没有法律效力。 法官直接忽视了她, 还禁止了她的发言。 许佳气不过, 一个劲让律师帮她, 律师也无语了, 对她吼道, 你的身份不适合出庭, 法官没把你给撵出去, 都已经留情面了。 我冲许佳笑了笑, 她可能做梦, 都想不到有这么一天, 不知道她是否后悔和杨宇生下孩子。 婆婆已经气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我站了起来, 她可不能走, 杨宇挪用公款的事, 她也参与了。 我让律师放了一段视频, 视频里是出事前的杨宇 和许佳的对话画面。 视频里许佳向杨宇撒娇, 我们的孩子一天比一天大了, 租房子总是不方便的, 上学也要房子的。 里面的男人说, 最近公司又投资了一个项目, 等这个项目回款的。 那你从那个项目里拿点钱出来, 承洁也不会知道的。 杨宇, 你是不是不爱我和孩子啊? 好好好, 独一你, 给你和孩子买房子。 杨宇有些不耐烦地答应了。 这个视频, 是我很早就让斯嘉侦探 跟踪杨宇时拍摄的。 许佳看到这段视频, 整个人都傻了。 他或许自己都不知道 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最后法官根据视频证据, 判定许佳和杨宇合伙挪用公款, 如果还不上, 他和杨宇就要坐牢。 许佳拍着桌子, 对我破口大骂, 情绪崩溃,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 你个贱人, 不得好死。 杨宇的妈, 一听还要坐牢, 整个人差点没疯掉。 李远远, 我要和你同归于尽。 我笑了笑, 对许佳说, 你们都被我骗了, 我不是李远远, 我是郭远。 许佳还没反应过来, 但是婆婆一听见郭字, 就脸色惨白, 像是遇见了鬼一样, 身体狠狠一正。 我把一堆照片 甩在了许佳面前, 那些都是他上学时 霸凌我的证据。 每一次受的伤我都记录下来, 因失去父母而被他带头孤立欺凌。 心理和身体的伤痛都时刻提醒我要报仇。 许佳连滚带爬地捡起照片, 每一张都触目惊心, 他看得冷汗直流。 郭远, 郭远, 你是那年车祸家的孩子。 杨宇的妈妈声音都在颤抖, 脸色惨白, 手都在颤抖。 我嘴角一勾, 是啊, 当初你和杨宇的爸 开车撞死了我的父母, 肇事逃逸, 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机。 没想到吧, 几年后我会回国找上你们。 杨宇的妈妈如玉晴天霹雳一般, 整个人都要傻掉了, 她不敢相信这一切, 那我儿子也是你害的。 法官, 是她, 是她, 是她害我儿子的。 抓她, 抓她, 她不停地嘶喊着, 挥舞着拳头, 恨不得把我撕碎。 疯了一样地向我袭来, 被她的律师和一个法官给拦下了。 我冲她一笑, 她便更疯了, 嘴里全是咒骂我的声音, 不过我也是生平第一次看她那么的崩溃。 最后法官让人把她请出了法庭。 许家一看杨宇的妈妈也自身难保了, 她一个带着几岁孩子的单亲妈妈, 又怎能斗得过我呢? 于是, 她逼着自己, 哭着跪下, 向我道歉求饶, 郭远, 我错了, 你看在孩子的份上饶了我们吧, 孩子不能没有爸爸呀。 是啊, 她一向是欺软怕硬, 当初在我失去父母最痛苦的时候霸凌我, 她可能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 你选择当三的那天, 就该想到不会有什么好的下场。 最终法院判决杨宇的妈妈和许家偿还债务。 我把法院里的对话和视频都交给了警察, 警察把杨宇的妈妈抓了起来, 判了七年。 我去医院看望杨宇, 我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了她, 包括她妈妈坐牢, 她情人和孩子流落街头。 听我说完这些, 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眼角流了一滴泪, 然后就吸去了。 不知道她在某一时刻 有没有一丝悔不当初。 父母离世不久, 舅舅知道我受欺负和霸凌, 便送我去国外读书, 还改了姓氏, 说以后她和舅妈就是我父母。 我在国外的学校遇见了杨宇, 以为她是托付终生的人, 便一毕业就嫁给了她。 直到有一天, 杨宇和我说爸爸不会再开车了, 出过车祸, 他们去哪里让司机送去。 听见车祸, 我的心里一紧, 不断地询问下, 我发现出事地点和时间相符, 就暗自开始调查。 一面调查真相, 搜集证据, 一面怕怀了孩子, 这时候正好许家出现了。 她看见杨宇两眼放光, 还是爬高踩低的样子。 杨宇出事那天, 我正在厨房做饭, 看见她进卧室把门紧锁, 我就知道她在和许家通话。 于是我把锅里的水倒掉了, 加大了火力, 我穿好衣服, 和她说要出去买菜。 她只是在卧室里敷衍地 应了一声, 两人正是火热的时候, 哪里能关注到其他的呀? 我在对面的餐厅里, 看着这一切, 家里已经这起了大火, 我赶紧拿起电话, 打了火警119。 挂了电话, 我无声地笑了, 终于为父母报仇了。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故事, 老公出轨风凶整容女, 我设计让她归交抱头, 如愿以偿, 女儿刚满月的时候, 老公想要跟我同房, 我不同意, 转头却发现了 她当调课的聊天记录。 照片上的女孩年轻白难, 眼神迷离。 我那勤俭持家的丈夫 为了省钱, 竟然还靠卖惨 跟对方讲价。 我冷笑不已, 已经脏了的男人, 有多远滚多远。 我的老公秦胜 是个勤俭持家的好男人。 勤俭道, 出去嫖都要跟对方 声泪俱下地讨价还价。 当我无意中 在她忘记所评的手机上, 看到不堪入目的记录时, 瞬间气地发抖。 上面显示她4月7号 在某阴上 找了同城美女空降, 竟然还货比三家, 选了最便宜的那一只。 谈到价格时, 还靠卖惨来讲价, 家有80老母和黄口小儿, 我还要养家糊口, 这回能不能甜一点, 再减50行不行。 得到妥协的回答后, 女人让她去开房间, 她犹豫许久问, 等老婆外出时 来家里行不行。 对方直接抱了粗口, 你压得连房都开不起, 还想找女人, 做梦去吧。 死穷鬼, 你老婆嫁给, 你真是倒了八辈子血眉。 之后, 她就把我老公给拉黑了, 我也没有找到任何转账记录。 原来, 是囊中羞涩, 让她的浴火, 不得已掐死在了萌芽状态。 我想起来, 4月7号那天是我生日, 晚上秦圣特意做了一大桌子饭菜, 还舔着脸说要跟我同房, 被我以坐月子身体尚未恢复为由拒绝了。 没想到转头就扎进了外面的花花世界。 难怪都说已婚男人查手机, 几乎一查一个准, 没有绝对干净的。 可当我去质问时, 秦圣不仅没有任何愧疚之意, 甚至还不屑地喝了一声。 还能喝东湿吼, 我看你一点也不虚弱。 别人赌奶, 你赌的是脑子。 我是个有正常生理需求的男人, 想偶尔放松一下, 怎么了? 又没真去? 我为了照顾你怀孕都忍了够久了。 你住院那几天我给你端屎端尿, 我还不够好男人吗? 他口吐飞沫的话喷到我的脸上, 十分理直气壮。 我默默闭上眼睛。 这就是我恋爱脑上头, 冲动结婚生子的报应。 闻着他的口气, 我突然胃酸翻涌, 冲到卫生间呕吐了起来。 此刻, 我的小腹隐隐作痛, 坐在马桶上还发现下身有些出血。 我虚弱得两眼昏花, 没有一丝力气。 老公, 我肚子疼, 还有点出血了, 你先送我去医院吧。 秦胜却以为我是在装病, 嗤之以鼻。 你怎么这么多事? 行了别装了, 能有多严重? 要不要给你打120, 再送ICUR? 他的阴阳怪气几乎成为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两眼一黑, 最终晕倒在了马桶旁边。 等到再次睁开眼睛时, 已经是天光大亮, 我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医生恰巧来查访。 07床许家, 你昨晚上血崩了, 子宫残留物, 煤排干净, 加上心气郁节, 情绪波动都可能导致产后血崩。 看着趴在床边 困得眼皮打架的老公, 我急忙问他孩子呢。 我已经让妈去照顾了, 你别担心, 好好养病最要紧。 兴许是我的苍白无力 引发了他一点点良知的醒悟。 他愧疚地握着我的手。 佳佳,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昨天灌饱了黄汤, 就敢跟你发脾气, 忘了你产后还没恢复。 我眯了眯眼睛, 将手从他手中抽走, 他应该知道我在等什么解释。 秦圣叹了口气, 我确实在网上找了女人, 可是我勤俭节约, 并没有当真去嫖啊。 你也看到了, 我就是一时好奇, 真的知道错了。 之前, 我从来没查过老公的手机, 源于我对婚姻的美好信仰, 认为夫妻之间信任为先。 可这次无意中翻出了他在网上找女人的记录, 倒让我不敢相信了。 秦圣说他没敢真去, 怕传染病, 就是想了想而已。 我哪敢啊, 我还有公职在身, 就是你坐月子那段时间烦躁, 想同房你又不给我, 才起了点麦心思, 但我肯定不敢真去, 就是打打嘴炮。 当天晚上, 他又跟我写保证书, 又再三忏悔, 我才将此事就此作罢。 但是, 我心底还是有些隔应。 出院恢复后, 就去找了闺蜜吐槽。 闺蜜刚结束了一段失败的婚姻, 原因就是老公出轨。 我对他说, 秦圣算是精神出轨, 毕竟他没有实质性去嫖, 也不是找小三, 孩子还这么小, 或许我还能忍忍。 可闺蜜却说我一孕傻三年, 直到我跟我前夫离婚的时候, 他说啥了吗? 只要是三十岁以后的男人, 十个离九个嫖过, 而且为了防止被顺着转账记录抓进橘子, 都是用现金, 风过无痕啊。 我把他的话记在了心上。 晚上回家时, 再照看我女儿的婆婆, 一听说我要回来, 早早就收拾好东西回了乡下, 家里就只剩下女儿生死历劫的啼哭声。 我心疼地抱起女儿, 一边跟老公抱怨, 婆婆不打招呼就走人。 秦圣很是不满, 我妈一把年纪, 能给你看孩子就不错了, 还要什么自行车? 我直接回怼, 如果一开始不想看, 可以不看, 我可以让我妈过来。 是你主动让婆婆过来的, 什么叫给我看孩子? 你不是他亲爹吗? 秦圣被噎住了, 转过头暗自嘀咕。 呵呵, 是不是亲爹当然只有你知道了? 我深呼一口气, 只觉得胸口闷到像是有大山压顶, 一句也不想多言。 刚满月的女儿正在哭闹不止, 我没有闲情再和秦圣伴嘴。 到了深夜, 女儿的哭叫声还没止些, 连嗓子都喊哑了, 我无论如何安抚, 也无济于事。 他妈的, 烦死了。 秦圣熬不住他哭闹, 直接骂了巨娘, 就摔门而出去住宾馆了。 早上六点, 已经一夜未眠的 我才等来了孩子姥姥。 我妈从前在村子里 经常听老人们神神叨叨, 说这次小宝是看见了 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才被吓出了魂, 也就是小儿惊绝。 于是我和孩子姥姥 又是叫魂, 又是拍打, 折腾了整整两天才好, 累得眼冒金星。 而这两天里, 秦圣都是夜不归宿, 直到今天早晨 醉熏熏回来, 就倒在沙发上呼呼大睡。 我已经累到眼冒金星, 弯腰收拾东西时, 下意识地挪动了一下体重秤。 结果, 上面自动弹出了上一次的测量数据, 您上一次测量的体重为 45千克, 时间为4月12日19、 31。 我是保持了一年多的52千克, 昨天又在医院, 不可能是我。 那又是谁测的? 这个身量像是女人的体重, 而且很多人看到体重秤, 总会下意识站上去测一测。 我眉头紧锁, 忽然察觉到有种奇怪的味道, 仔细蹲下身。 果然在沙发的靠背上, 闻到了淡淡石南花的气息。 石南花的味道代表着什么, 结过婚的人都知道。 他居然带了女人回家, 在沙发上当着女儿灯燕出轨。 我怒火中烧, 终于知道女儿为什么会被吓到惊觉, 想来他们的动静是何其激烈。 这时, 秦圣发出一阵燕足的呼噜声, 扒唧着嘴, 翻了个身。 原本他压在身下的手机, 也掉到了地上。 我快速再次查了一遍他的手机, 没设密码, 也没有任何异样, 一派君子坦荡荡。 然而, 当我掏出他外套口袋里的钱包时, 掉出来了一枚取卡针。 谁会随身携带这个在身上? 难道说, 他要经常换森卡? 果不其然, 在隐藏的那袋里, 我又发现了秦圣的另外一张手机卡。 插上手机后, 云辈分的信息记录 全部向勾引圣僧的妖精陷了原形。 我已经气到了麻木, 还是忍不住讥讽, 真是勤俭节约的好男人, 连个备用机都舍不得买, 出个鬼还要整天把卡插卡。 消息记录上, 猥琐的话一出屏幕。 对方说她是女大学生勤工俭学, 自己是品学兼优的好女孩, 干净又卫生。 秦圣问, 大妹子, 发个照片来搁看看, 看你是不是真的女大学生。 那边发来了一张黑丝鱼网袜的照片, 女人由爆皮爬扮遮面, 性感小野猫的装束, 一眼可见的龟胶假胸 和诱人的蜜桃臀。 偏偏男人都喜欢这一挂, 够辣嘛哥哥。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拍摄背景是宿舍, 身上的服装也很廉价。 难怪会接受我抠门老公的这点施舍, 对着一个大他十几岁的猥琐大叔叫哥哥。 我老公笑得何不拢嘴, 够, 我喜欢你, 大妹妹。 在一次交易结束后, 秦胜还给他发了消息, 这次没带够钱, 抱权, 下次一定。 好啊哥哥。 对方答应得很爽快, 还能赦账? 我仔细看去, 原来我老公为了能赦账, 一直谎称自己是大老板, 平时经常忘记贷现金。 小姑娘要价不低, 她还花几十块钱 给他送了一款大牌, 或包包, 于是女孩相信了, 果然涉事卫生的小姑娘最好骗, 玩不过老男人。 当他问秦胜, 哥哥, 你这么苦, 只能外出来玩, 那你老婆是不是黄脸婆呀? 秦胜却严肃地说, 不要胡说八道, 我老婆才刚生完孩子, 照顾家里很辛苦的, 她掌握家里财政大权, 不然我也不用跟你赦账了。 笑死, 我老公真的感人肺腑, 他出轨的身体和在乎老婆的心灵, 竟能完全分开, 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我深吸一口气, 看着沙发上睡意正憨的男人, 极力缓和着大病出狱的神经。 很多已婚女人到这一步, 估计会看在丈夫顾家的份上, 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我不会, 碰过路边野花的男人, 太脏, 我不要, 有多远滚多远。 但是一抱还一抱, 在让她滚蛋之前, 必须要让她为伤害我和女儿付出代价。 那晚我没有打草惊蛇, 以我现在的疲态, 歇斯底里只会得不偿失。 我第一时间去医院做了 chive和其他传染病筛查, 确保没事后, 才松了口气。 闺蜜之前抓前夫出轨的时候, 用了不少高科技手段, 给了我一支录音笔。 出轨和嫖本质上没有区别, 都是背叛了你们的婚姻之时, 只有取得证据, 证实它是过错方, 在法律上才能争取更多权益。 但是, 看影视剧上铺天盖地的桌奸场面, 现实中又怎么会这么容易? 抠门的男人, 心思却不像钱包一样单纯, 反而更加深沉。 他连旅行在外时都知道 检查房间是否有摄像头, 所以, 在家里安摄像头窥似 是肯定行不通的。 我握紧了手中的录音笔, 表面上不动声色, 任劳任怨照顾女儿, 对老公的态度也变得温柔起来。 即使他把臭袜子甩到了我脚下, 我依然笑脸相迎。 他有些坠坠不安, 老婆, 你脾气怎么变化这么大了? 我还有点受宠若惊。 我笑着说, 可能是产后激素水平的变化, 泛脾气那阵已经过去了。 秦胜这才松了一口气, 要让一个人露出破绽, 必得在他最放松的时候。 四月下旬的一天晚上, 我忍着恶心陪他看完了小电影, 还任由他吃下一粒尾鸽, 最后以身体不是为由, 再次拒绝和他同房。 他欲望上来了却, 吃了闭门羹, 顿时气急败坏。 许家,你有完没完, 你生个孩子把你生成武则天了是吧? 我还满足不了你了, 是不是要找外面的野男人才能满足你啊? 我的闷声不吭, 引起了他更加变本加厉。 这次我没有再容忍他的谩骂, 而是直接对了回去, 还抱着女儿, 声称要回娘家。 你他妈回去吧, 回去了就别想再花我工资卡里的钱。 秦胜盛怒之余, 还不忘夺走前两天刚交到我手里的工资卡。 我冷笑不已, 头也不回地抱着女儿出了门, 留在卧室的录音笔没有被他发现。 我清楚地知道, 那一粒伟哥的功效, 绝不会让他善罢甘休。 我并没有离开小区, 而是把女儿托付给闺蜜照顾后, 亲自在楼下的车里蹲点。 果然在一小时后, 蹲到了一抹靓丽的倩影。 那女孩大概二十上下的模样, 五官不算出众, 龟胶填充过的身材, 却像个充气洋娃娃, 如一颗成熟到即将爆裂的水蜜桃。 不过, 漂亮女孩在楼下犹豫了许久, 都没有上楼, 而是给秦胜打去了电话。 录音笔那端, 我老公兴奋地说, 你快上来, 我等不及了, 再多等一秒就会爆炸。 今天吃了一粒伟哥, 还贴了膏药, 腰间盘也不痛了。 没想到这一次, 女孩沉吟片刻。 秦哥, 我, 我这次来, 是想问你要之前几次出台费的。 如果你不肯给我一次性结清的话, 我就不上楼了。 秦胜那边久久没有说话, 女孩却表示, 他之前每次说下次一定的时候, 都同时承诺了加利息。 所以, 他这次讨要是连本代理。 家里没有现金, 如果秦胜选择网络转账, 势必会留下把柄。 我很好奇, 抠门到极致的老公, 会如何应对这大几千的出台费。 可我万万没想到, 录音笔的那端, 竟传来了一阵男人的哭泣声。 我眉头紧锁, 我的细经老公又想搞什么幺蛾子。 那女孩子显然也不明所以, 秦胜邀请他上楼来详细解释。 他忧心忡忡地说, 小美, 你也是知道的, 我不是不爽快的人, 之前还送给你搭牌的包包, 就证明我不是真抠。 你先上来, 我跟你深入交流一下。 而这女孩就真相信了她的话, 我坐在车里, 心想这一趟只能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不疑会。 录音笔里传来女孩冷淡的嗓音。 秦哥, 其实, 你不用跟我装了, 我知道你不是什么大老板, 那个包包我也去柜台鉴定过了, 是个货。 男人好面子, 我能理解, 但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只要你把钱这回一次性结清, 我就不怪你之前骗我了。 原来, 江小美是个贫寒的女大学生, 之前跟风去韩国整容填充, 花了不少钱, 正在想办法还清利滚利地网贷, 才出台赚快钱的。 她说自己也不是刁钻的人, 只因欠债有苦衷, 不能再吃被骗的苦了。 如果抛开道德不谈, 作为一场你情我愿的交易, 江小美的确已经算人质易尽。 结果, 我老公却突然声泪俱下, 可是, 我家里其实也出了天大的事, 我真的已经快撑不住了。 说着, 秦圣痛哭起来, 抽气得像个反厨的骆驼, 一时我都没反应过来。 她工作稳定, 父母健在, 女儿又刚满月, 能有什么苦衷? 其实, 我发现老婆背叛了我, 孩子都不是我的种, 但是因为我对我老婆是真爱, 我决定原谅她, 假装不知道, 让他们娘俩一生一世。 秦圣说到最后, 喉咙都哽咽了起来, 演技为妙为笑, 仿佛我真的给她戴了绿帽子。 我瞬间气笑了, 连亲生女儿都能这么编排。 二十来岁的小姑娘, 也是极容易心软的, 直接被她吓得傻了眼, 愣了半晌, 竟主动上前安慰, 别哭了, 哥哥, 你是个有担当的好男人, 这一次算我赔你的, 以前的债务, 我也不要你利息了, 你什么时候有再给我吧。 江小美的智商成功, 让我理解了, 为什么秦圣会选择她进行忽悠。 则, 愚蠢的小姑娘, 她终有一天会明白, 什么叫心疼男人, 倒霉一辈子。 上头传来了暧昧的声音, 我听着烦心, 故意把车停在了爱事的地方, 就扬长而去, 很快, 就挡住了不少私家车的去向, 正值深夜, 却把小区中间的单行道 堵得水泄不通。 车上留的电话号码是秦圣的, 很快, 就有人打电话让她下来挪车。 不远处的墙角里, 我动若观火, 看着只穿了一条裤衩的秦圣 匆忙套着衬衫下楼, 满脸被扫兴之后的不耐烦。 但是她没有车钥匙, 车钥匙和备用钥匙都被我拿走了。 果然, 当她发现没钥匙, 回家去找又无果实, 只能站在原地, 焦急地给我打电话。 我没接, 直接打了静音。 几个业主刚下夜班, 却进不去自家门, 不禁骂道, 你有病啊, 把车停在大马路中央, 就在你家楼下, 挪车又说找不到车钥匙。 你故意扰乱公共环境是不是? 秦圣赶紧陪笑, 抱歉, 抱歉, 我老婆不在家, 她拿着车钥匙走了。 这话自然无人信服, 车无缘无故横载到中央, 人和钥匙却人间蒸发。 九九六下了夜班的人都是极有火气的。 剑秦圣一脸支支吾吾, 还不耐烦的样子, 某位醉熏熏的车主一连扇了她好几个耳光。 俗话说, 好狗不挡道, 我叫你挪车你听没听见? 没听见? 再来一巴掌, 听不听得见? 啪! 老子要停车回家, 听没听见。 最后, 我那窝囊废的老公不敢置会, 给人家挨个赔礼道歉, 并支付了所有车辆去周边商场停车一晚的费用, 方才了事。 顺便还被保安按头在传达室, 蹲了一晚上, 等回小区的车辆一一安置。 我笑着离开, 看到过敏性体质的她脸很快红成了猪头肉, 在传达室里坐立不安。 早上她回去后, 就气急败坏, 给我发了一大段语音。 我嘲讽不已, 直接点了删除对话, 不听王八念经。 秦圣, 让你花钱, 看来也不是很难啊。 既然花钱才能让你肉痛的话, 就请你记住, 今日之痛, 不过只是开始。 那晚, 我在闺蜜家住, 出乎意料睡得很好, 失眠多日带来的身体不适也烟消云散。 第二天早晨, 我很早就回了小区, 上楼梯时, 却被婆婆拦住。 她似乎刚买完菜回来, 捏着手里的藤边手提袋, 神情有些遮遮掩掩。 我假装不知, 笑着试探她, 妈, 您怎么来了? 这么早过来, 给我们买菜做饭啊? 真是辛苦了。 婆婆笑得满脸褶子, 啊, 我过来看看大圣和孩子, 孩子呢? 我送去母婴会所洗澡护理去了, 待会去接她。 然而, 当我做事要上楼时, 她却有意无意拦住了我的去向。 慢点, 慢点儿媳妇, 你刚生完孩子, 不用爬楼梯这么快, 我没有理会婆婆的假好心, 扶开她的手, 迅速打开了家门, 发现只有老公一人在家。 我家有前后两个门, 后门连通地下室, 看来那个江小美, 已经从后门顿走了。 映入眼帘的, 就是一地凌乱, 还有一条嫩黄色的纹胸, 被婆婆一脚迅速踢到了沙发下面。 她局促地转了转眼珠, 以为我没看见, 实际上尽收眼底。 婆婆在给那个女人打掩护, 那她知不知道江小美的本职工作? 事情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 我杨作不知, 耳边是秦盛铺天盖地的谩骂。 你昨晚上发什么阳巅疯, 走了连备用车钥匙都拿走了, 还把车乱停乱放。 你压得星号星号, 我懒得跟她争吵, 走回卧室, 发现卧室里一团乱。 床头柜上一堆散落的杂物, 床单上还有星星点点的白色屋渍。 他们就是在这里, 我的婚房, 我的房间, 我的床上, 玩得这么花吗? 秦盛见我抱着胳膊, 神情冷漠, 顿时停止了谩骂, 惶惑地为自己辩解。 昨晚上, 我喝多了又吃了那药, 就自己发泄一下, 都是我自己弄乱的, 你别胡思乱想啊。 赶紧把被单床单给我洗了。 他似乎也有些心虚, 扭头离开了房间。 我继续观察着卧室里的一切, 发现桌台上有一盒拆封的蓝精灵。 三, 打开对着光线看去, 上面竟然布满了星星点点的针眼。 我忽然想到了什么, 于是拿起了放在卧室的录音笔, 里面记录了今天早上的一段语音。 是婆婆回来, 撞见了老公带回来的小三, 又惊又喜。 我儿子就是厉害, 能找到这么白净漂亮的女朋友, 还是高材生。 小美啊, 你屁股大, 能生儿子, 以后做我的儿媳妇, 我肯定疼你。 你比那个什么许佳漂亮多了, 那个不中用的, 一肚子丫头骗子。 呵呵, 我倒是没想到, 一向在我面前表现出疼爱孙女的婆婆, 心里竟是这样想的。 知人知面不知心, 若非这次凑巧, 恐怕我会永远被这可怕的人心蒙在鼓里。 除此之外, 婆婆还偷偷给房间里的小雨伞扎眼, 妄图让人家未婚先孕, 娶回来这个女大学生。 我拿着全部证据, 冷笑着向秦盛摊牌。 你出轨的证据, 我已经备份好了, 包括你们昨晚出入的照片, 对话, 现在你是过错方, 离婚吧, 你净身出户, 女儿抚养权归我, 否则就别怪我不顾情分, 去你单位上闹了。 在绝对利益面前, 我丝毫不介意化身泼妇。 她担任的是公职, 如果私得有亏, 当真会被开除的, 她不可能不怕。 秦盛无话可说, 婆婆却振振有词起来。 听什么我们家大圣要净身出户? 离婚可以, 丫头归你, 房子归大圣, 要么你就抛弃闺女选房子, 怎么样? 否则, 那我们也不会放弃 争夺小孙女的抚养权呢? 老太婆一脸得意, 我知道她是笃定了我不会放弃女儿, 拿捏住我的人母之心。 纵使有证据, 也无法顺利让她净身出户, 必须自愿。 我才不净身出户, 傻子才净身出户。 你又没有工作, 我看你离了我怎么活, 闹什么闹, 我只是出轨, 又没说要抛弃你。 我攥紧了拳头, 看到秦胜一副做错了事, 还理直气壮的表情, 忽然失效。 我慢悠悠地对婆婆说, 阿姨, 你心心念念的未来儿媳, 女大学生, 可是个不折不扣的情场高手呢, 她的一夜情对象, 可不止你儿子一人。 想娶到她, 您得多费点功夫了。 婆婆这才知晓了江小美的真实身份, 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我冷漠地转身离去, 仍是心有戚戚。 这就是投身为家庭主妇, 失去经济主权, 同时失去话语权的下场。 看来闺蜜的方法还是太天真了, 现在让她净身出户, 是根本不可能的。 除非, 又能让她更肉痛的把柄捏在我手里, 让她心甘情愿。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秦胜出轨的事情摊牌之后, 我们开始闹离婚, 法院给出了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 让我们各自考虑考虑。 由于经济情况悬殊, 女儿的抚养权上我没有十足的把握。 即使法律规定不满两周岁的子女 应判给母亲抚养, 可她仍然可以借抚养费为由 对我进行控制。 我必须想办法让她此后彻彻底底不再打扰 我和女儿。 脏东西别来沾边。 后来, 我偷偷跟踪秦胜发现, 她又和那个女孩见面优惠了几次。 估计是觉得自己被抓到出轨, 已经堂而皇之了。 他们开始约会了。 难道, 这个女孩真的恋爱脑上头, 要给她这个一穷二白的抠门工心族当情人。 越想越想不透, 于是, 我拿着上次查她手机时记下来的微信号, 借口商场工作人员发优惠券, 加上了她。 翻开江小美的朋友圈, 她确实如她所说, 是附近大学的学生。 出乎我意外的是, 江小美学习成绩不错, 在专业内名列前茅。 还真是, 勤工俭学, 只不过此功非彼功。 每个人都有致命的软肋, 只要细心发现和拿捏。 比如, 大学生做出这种非法勾当, 一旦被学校发现, 是会被开除的吧。 我主动给她发了消息, 向她坦诚了真实身份。 可是她却丝毫不在意我的挑衅, 只冷言说她怀孕了。 今天用早早孕试纸测出来的, 我也不晓得怎么回事。 最近我和每一个金主 全都做了错失, 包括和你丈夫那个损色。 我想起了婆婆偷偷扎破的套, 果然实现了她的目的。 那么这个姑娘呢, 会就此收手, 跟秦圣结婚。 姐, 我不是傻子, 更不喜欢你老公这种喜欢白嫖的, 不打算生任何人的孩子, 或者插足谁的家庭, 我有自己的道德底线。 江小美似乎十分骄傲。 她上次在我诱导下, 终于还清了我的钱, 戏已经演完了, 我以后不会再找她了, 你们也不用闹离婚了。 原来她并不是如我所想的傻白甜。 一切柔弱和妥协, 都是知道硬碰硬行不通后, 为了诱导我老公还钱。 江小美给我发了一张她和某开宝马的金主的床照, 身体力行地告诉我, 她对秦圣这种矮穷挫没有丝毫兴趣。 言语间还表示, 笑贫不笑娼, 最该感到羞耻的应该是我老公。 看来她并不是恋爱脑, 我是使松了口气, 决定告诉她真相。 既然你无意卷入这场纷争, 可你怀孕却是有人故意为之。 我直接告诉了她套被婆婆扎破的事情。 江小美显然十分惊讶, 气恼道, 原来是她。 明天我就上门质问, 跟她要钱。 打胎前营养费, 一个都不能少, 否则我也要往她单位闹, 大不了同归于尽, 太可恶了。 我从未想过, 有朝一日, 自己会和丈夫出轨的对象 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讨伐老公。 傍晚我回到家时, 秦圣正一个人在家喝闷酒。 婆婆不在家, 没有人收拾家务。 屋子里脏乱一片, 堆满了大大小小的酒瓶, 空气中漂浮着浓浓的酒味和汗臭味, 令人作呕。 从前我在家时, 因为秦圣胃不好, 我从不允许她这样放肆喝酒。 看来这几天脱离了我的规劝, 她真是过得醉生梦死啊。 我一直在娘家, 秦圣显然没有发觉我会回来, 瞪大了星红的眼珠看着我。 你还回来干什么? 你不是很有能耐吗? 离了男人的女人就是一颗浮贫, 离婚二手女, 我看你怎么抬得起头。 我没有跟她扯闲片子, 以要抚养肺为由, 跟她算了一笔账。 果然一提前她就激动, 跟我爆发了争吵。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女人, 生个丫头骗子还了不起了, 你休想从我这里拿到一分钱? 休想。 我冷冷地拎起包, 让我已经跟你算明白了, 到时候法庭上见, 该给多少钱自然由法院说了算。 谁也别想逃脱, 不是吗? 用辛辣的言语 激起她的愤怒后, 我摔门离开。 临走时, 我早已悄悄把一把水果刀 放在了显眼的位置, 心知她不会收拾, 并悠悠地带上了门箫。 我知道江小美明天会上门来。 秦圣, 我不推你进地狱, 但把潘多拉魔盒放在你面前, 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俗话说, 酒壮耸人胆, 酒精可以麻痹一个人的神经, 也可以让人癫狂。 一夜之间, 气候大变。 第二天清晨, 我家所在的小区, 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持刀伤人事件。 是江小美发现自己被骗后, 跟秦圣要钱打胎, 两人发生了强烈的争执。 盛怒之下, 我老公秦圣宿醉未醒, 顺手抓起了桌台上的水果刀, 拿刀刺向江小美。 结果, 这一刀没有伤到女人的性命, 竟然把她胸前的硅胶夹体给扎爆了, 混着鲜血的填充液体, 喷了秦圣一脸。 附近的邻居很快打了120急救, 受伤晕厥的江小美被送往了医院。 在医院里, 我亲自去探望了这位必有后福的女孩。 她躺在病床上, 原本丰满的胸前取走了甲体, 平坦地如履平地。 江小美哭着说, 龟娇救了我的命, 可是我胸口留了疤痕, 彻底毁了, 再也不美了, 我一定要让她付出代价。 我摇了摇头, 代价嘛, 如果不是涉及到她的钱财, 她是不会肉痛的。 她抓住我的手, 仿佛看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啜气道, 姐, 我该怎么办? 我不想让她只赔点小钱了事, 就算进监狱也难抵我心头之恨。 我要她真正人才两空, 让她心疼到觉也睡不着。 我问她有没有保留证据, 就是那把有着秦盛DNA的刀具。 如果你愿意帮助我让秦盛净身出户, 我会把财产分给你一部分, 报销医药费, 并让你还清那些债务, 以后就不必做那些不好的勾当了。 由于片刻, 她终于泪眼模糊地点点头, 表示愿意和我一道, 势必要一起把这个疯狗一样的渣男人给捶死。 时机成熟, 我亲自找上了酒醒后, 坠坠不安的秦盛。 看到我, 她满眼惊恐, 估计也是怕伤人带来牢狱之灾。 岂料我其实是来给她一个破财消灾的机会。 我拿出了将小美保留下来的刀具, 连同秦盛的出轨证据一起, 威胁她跟我离婚, 净身出户, 否则就告她故意杀人未遂, 依法接受法律的审判。 她喃喃自语, 许家, 我从未想过, 你还有这么缜密的心思, 连小美都拉拢了来。 我想起她两个内存卡用来找女人的方式, 不禁吃笑, 心思在缜密, 也不及你脸皮厚度的时钟之一。 要坐牢还是花钱消灾, 你自己选择。 为了保全自己的工作, 免遭牢狱之灾, 她性性地妥协了。 我没有在意签字时, 她眼中划过的一缕金光。 冷静期结束, 我俩办理了离婚, 秦胜自愿净身出户, 女儿的抚养权顺理成章归了我。 我也遵守承诺 把得到的财产 分给了江小美一部分, 供她还清之前的网贷, 在做完人流手术后 回去上学, 重新做人。 然而, 本以为事情就可以到此为止, 我也渐渐淡忘掉了这些。 直到一段时间后, 我忽然接到了警局传唤的电话。 你好, 你前夫因一桩民事纠纷来报案, 需要你来配合做一下调查。 报案? 带着满心疑惑, 我只得驱车去往了警局。 原来, 在静身出户后, 是才如命的秦胜 气不过自己一下子人才两空, 居然铁锅顿自己, 去警察局自首说自己嫖了。 而对象就是江小美。 秦胜声称, 她与我联手, 先是勾引她, 又骗了她的钱, 还威胁她净身出户。 大厅里, 她得意洋洋地对我凑耳道, 许家, 你以为你就赢了吗? 反正我无非是因为 找女人拘留个十几天, 而你们诈骗罪就得不偿失了。 我会教会你知道, 什么叫江还是老的辣。 她竟然决定破罐子破摔, 要让害她的女人吃点苦头, 毁掉我们一辈子。 我咒起眉, 看到被从学校带来的江小美 满面泪痕。 她还在否认着 自己做非法交易的事实, 试图洗脱罪名。 时隔几个月, 秦胜赶过来反咬我们一口, 实在是令人措手不及。 然而, 她无非是料定了夜长梦多, 我们早已丢弃了 那把带血的刀具, 没了确凿证据, 所以才敢反咬。 而那刀具, 的确已经扔掉了。 警方顺势扒出了 江小美卖淫的记录, 这些足以让她身败名裂, 学籍也将化为乌有。 正当我以为 无路可走时, 江小美咬紧下唇, 忽然朗声道, 警察叔叔, 若要论起来, 我才是那个 更严重的受害者。 在众目睽睽下, 她主动翻出了一段 辈分的监控视频。 三个月前, 我曾被这个男人侵害, 是他说要 私下花钱了事, 求我不要报案, 可没想到他恬不知耻。 视频里, 在受害者视角 记录了 秦胜和江小美 那天早上的 全部冲突过程, 包括秦胜喝醉了酒, 持刀伤人。 这条证据, 可比那把带血的刀具 更具直观性。 秦胜震惊万分, 连连后退。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你当时是怎么拍摄的? 江小美挑了我一眼, 视姐料到了 你可能会发酒疯伤害我, 让我为了自保, 可以在包里 戴上针孔摄像头 录下证据, 谁能想到 你心肠歹毒, 上来就枉我胸口上刺。 原来他当时 是听了我的建议, 才留下了这段 至关重要的证据。 我痴之一笑, 秦胜, 法庭上可是你 自愿地净身出户, 为的是堵住 我这个知情人的嘴, 还要求我处理 江小美这件事, 花钱私了, 现在又变成 你是受害者了。 这套说辞 和江小美配合得 天衣无缝。 秦胜目瞪口呆, 愣在原地,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毕竟, 犯了故意杀人罪的他, 有什么资格 再反咬审判 我们这些 无关痛痒的纠纷。 被羁押之前, 江小美最后 看了我一眼, 露出示然的笑容。 她果然是个聪明人, 只是从前心思 没有用在正道上。 姐, 谢谢你不计前嫌 帮我还清了网贷, 还肯帮我, 这样的结果 对我来说是报应, 每个人都应该 为自己的所行 付出代价。 我没有回答, 我和他之间 永远不可能算朋友, 但终究 也没有成为仇敌。 最终, 秦胜因故意伤害罪 被刑事拘留, 等待他的 将是法律的审判。 而江小美 也因为卖银 被处以了罚款 和15日拘留, 并被所在大学 开除了学籍。 一切善恶中有分明。 封烟俱静之后, 我找到了新的工作, 是我熟悉的文案策划, 重新熟悉企业务。 顺便用离婚时 剩下的那部分财产 请了保姆照看孩子。 女人终究 还是要有自己的事业, 才会有全身而退的资本, 永远不要妄想 做娇妻文学的美梦。 几个月后的某一天, 江小美约我在火车站见面, 她说要跟我好好告个别。 我在月台上 看见了素面朝天, 白裙淡雅的女孩。 她扎了一个俏皮的蝎子辫, 身上原有的风尘味 早已消散。 她说自己被学校开除了, 也没脸见人了, 决定去别的城市 继续学习深造, 不能浪费自己先前的学业成绩。 江小美的目光闪闪发亮。 姐, 谢谢你帮我还清了网贷的钱, 要不然我真是债务缠身, 无法自救了。 在监狱里蹲了十来天, 我也彻底醒悟了, 我答应你, 不会再做那种勾当了。 以后的人生, 我要为自己而活。 我点点头, 没有说话, 目送着她上了火车, 铁轨卷起风烟阵阵, 列车驶向未知的远方。 而摆脱渣男带来的阴影后, 我崭新的人生, 也才刚刚重启。